不是耶 我要吃得獎的 伴手禮酒耶 這個有果乾在裡面耶 是的 對 我們是用 愛文芒果去調製的 別的地方買不到 好可愛喔 這個是用米去烤出來的 用烤的啊 對... 絕對不是用炸的 很香... 那這個是 歡迎收看下班高棒吧 哎呀 又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了 你知道嗎 每次這時候阿肥就很頭痛 因為選伴手禮啊 要選一個 吃到會想念的伴手禮 真的很難耶 不過 阿肥最近聽說 有個伴手禮非常的厲害喔 這個伴手禮啊 聽說可以 各個年齡詞都可以收服起來 那麼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去 挑選最夯的伴手禮吧 現在台灣人 越來越注重食品安全問題 所以這好吃健康 又讓人會想念的伴手禮 還真的是一向不簡單的任務喔 你看我們製作單位 真的太有誠意了啦 早上就起床 從台北一路殺來說 要帶你們來看的就是這一間啊 台灣 什麼樣的伴手禮 非要花一個多小時車程 來到蘇阿購買才行啊 這一位就是麻糬搭人啊 貓哥 你好... 貓哥 你們這邊真的好大一間喔 而且我剛剛看到這個遊客 真的很多耶 怎麼會在這個 輸到這個地方啊 開一間這麼大的觀光工廠啊 在台北就打基礎是 一直在做麻糬這個行業 然後回到家鄉 就以米 來作為 繼續發展的一個 產品的主軸 所以等一下我們都可以看到 很多米製品就對了 對 發展米食 因為吃米飯的好處真的很多 米食是人體的能量來源 優質含量低 同時啊 它也是人體優質蛋白質的來源 必須氨基酸含量豐富 內含豐富的維生素B群 最重要的是 吃米飯是不會發胖的啦 一碗飯才兩百八十大卡 而且呢 整體膳食結構完整 也可以降低罹患慢性病的風險喔 好 大家好 歡迎光臨米花酥 歡迎吃吃看看喔 喜歡都可以多大 總共六種口味 冷靜挑選 這個就是米花酥喔 對... 好可愛喔 真的是一粒一粒小小顆的耶 我說你不知道 老闆食用百分百台灣國產稻米 晨熙日本烘烤技術 結合米食醬人獨特研製的技法 將細緻淡雅的米花香 最以天然的田間蔬菜果作物 讓每一口都是頂級獨特的 天然享受 而且啊 這下好吃又有特色的產品 每一包都有通過 產銷履歷驗證的喔 先來嘗嘗看這個 起司口味的米花酥 脆的耶 一吃下去 入口即化 對 這個起司口味的那個起司味道啊 不會說太鹹 也不會說太甜 鹹甜的鹹甜 所以天然的起司去調我們 這個是米花酥一顆一顆 都是用米去澎花烤起來的 喔 用烤的 對... 又不會太油膩 所以這是老少咸儀 老應該也可以吃 小朋友也可以吃耶 對 沒想到 就用烤的米花這麼好吃耶 這一口吃下 米股粉的香氣四溢 再加上老闆巧思 結合義式帕瑪森起司 鹽烤海苔 黑胡椒毛豆 還有宜蘭在地的三星蔥 做成了鹹香的口味 這順水的口感 真的是會讓人一口接一口 停不下嘴巴的喔 蔥的挖大魚 挖大魚 這個味道有出來喔 很香... 這個是 巧克力檸檬 我們用來 天然的檸檬加巧克力 不只是巧克力喔 還有檸檬耶 對... 這顆是什麼 這 芒果 芒果 剩下兩款都是甜的 對... 沒想到這米花說 還有這種 少女粉喜歡的甜甜口味 這是一個讓人可以健康吃到米食 有沒有負擔的零食耶 怎麼那麼有創意呢 在地的食材 那我們去把我們傳統的麻味道 我們把它做成比較現代口感的 休閒食品 對 阿伯儀在這邊推薦這個鹹的 這個蔥的我很嘎意 甜的巧克力檸檬的也不錯 對 可是嚴格說起來 其實我六種都想要 怎麼辦 我還是各買一個呢 你覺得 我們還有一個就是福袋 我們米花酥的福袋 就是中和口味的 中和口味的 太棒了耶 我說阿伯啊 你早上出發的時候 不是說你阿嬤有交代 你要幫他買東西嗎 就是這個啦 我阿嬤最愛吃的啦 你們這邊也有喔 喜歡你的麻味道 麻味道喔 對... 奇怪 這個跟一般麻味道不一樣啊 對 我們麻味道 紅得很大是 因為直接用糯米 然後去烤出來的 對 又烤的 對...絕對不是用炸的 這樣吃起來 真的不會有負擔感耶 對 所以比較不會有油耗味 很香 很香 我來吃吃看 杏仁片 糖水飽飽的一層 很飽 所以看起來很輕 我們是用花生餃 不是用花生粉 所以吃得到花生那種 酥酥脆脆的感覺 真的 你們看 這個花生真是花生顆粒耶 花生好香喔 而且真的吃下去 還吃得到那個花生的顆粒 所以這個是 拜庭宮的聖品 我們不能... 不能麻糊 對啊 而且你看這個名字叫什麼 喜歡眼 對 光是這個名字也非常有福氣 很喜氣 所以過節送禮有沒有 送這個人家就覺得 聽到名字就覺得很棒 阿嬤 來...看 你阿孫帶這個給你吃 你以後一定要改吃這個 健康不年牙 吃起來又不會有負擔 胖胖 馬上帶回去給你吃喔 每年的白米消費料 從民國70年的98公斤 下降到106年的45公斤 但是肥胖盛行率卻是足年增加 可見米飯不是造成肥胖的 主要原因喔 有研究指出 每天攝取至少四分之一白米 或者是糙米的人 跟沒有攝取米食的人相比 平均體重反而比較低 顯示攝取原態 沒有過度精緻加工的糖類 有助於體重控制喔 貓哥 沒有想到 來這邊有好的米 還有好的伴手禮可以買 難在而歸 謝謝 希望大家會喜歡 台灣米真的好讚喔 剛才買完伴手禮 現在阿肥還要推薦大家一個 更棒的美食耶 讓我們來歡迎 台北老爺大酒店的米食 創意料理達人 米師傅 妳好 阿肥妳好 我現在一進來馬上就看到這個 米製品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特別用 台灣的米去做成的一些甜點 因為現在在歐美他們很多流行 無膚質產品 所以說我們就特別為這些房客 我們開發出一些 沒有膚質的甜點 以及一些熱食 這個是我們專門為用米骨粉 去做的一個 一般我們傳統的蛋餅皮 都是麵粉的 然後我們今天用米骨粉100% 去做成的蛋餅皮 那妳可以品嘗看看 它的Q度跟我們一般的 麵粉皮不一樣 因為它沒有麵粉的精度 所以說它吃起來的口感 有一點軟軟的 米骨粉做出來 產品很多特性就好像 有 真的有一點微Q 然後吃起來是真的比較鬆厚 有一點厚度的 是的 真的跟外面吃的蛋餅皮不一樣 但是口味很棒耶 謝謝 那妳就多品嘗一點 因為我現在完全沒有加醬 但是配合上裡面的 起司火腿跟蛋下去煎 這個真的是 營養滿分的一個早餐 是的 但是這個好漂亮喔 小巧又精緻 這個是我們把 用米骨粉做成的一個泡芙 把它當成容器 那因為它裡面是空心的 所以我們用了雪菜跟豆腐 把它炒一炒之後 放到裡面 然後上面再一個焗烤的起司 裡面這包的是什麼 豆腐 豆腐 一個最平常的豆腐 可是我們搭配出來的時候 它是最特別的 還會冒煙 還有雪菜 好吃 因為雪菜有那種脆度 對 然後豆腐有這種軟Q 的那種感覺 然後搭上外面這個泡芙的餅皮 也是無膚質的 對 也是無膚質的 全部都是米食下去做 太厲害了 鹹食吃完了 對 好 我就先介紹你一個 100%的米骨粉做的鬆餅 看起來很像銅鑼燒 好 因為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又特別加了 台灣 台南的黑豆粉 讓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這個味道我很喜歡 米骨粉加黑豆粉 聞起來 像炸雞也可以這樣 很香 對 然後吃下去微微的焦 然後帶出那個香氣 口感又很黏 又很鬆 是的 這個真的很棒耶 這個道甜點 讓我覺得有驚喜感 這一道我還在研發 怎麼把它變成一個外帶商品 我們目前只有在 早餐的時段供應 我還在思考 怎麼把它讓它 可以讓客人可以外帶回去 重點是我這三樣吃起來 我覺得一點負擔都沒有 我現在口感覺得還是非常 這就是米骨粉它的特性 它的優點 用單純的米製料理 不只清爽無負擔 口感香氣完全不出一般 重口味的料理 我說林師傅 一定有什麼獨門秘方 阿伯 快幫大家問問林師傅 到底怎麼用那個 米骨粉來做甜點啊 好 因為甜點我們都要用 那個米混啊 對 好 那我現在再跟妳介紹一道 就是我們的馬德蓮 那這個也是用米骨粉 100%去做的 那可能大家的印象說 那我用米骨粉做的 會不會比較硬 不會 它反而是更香 那當然 因為我們用家的一些 讓它把風味成多出來 因為米骨粉本來它味道 就是比較淡薄 所以它跟誰都可以搭在一起 因為馬德蓮在西點裡面 其實非常常見的一種甜食 對不對 對 為什麼我要加米骨粉 因為米骨粉的一個特性 咖啡像我們這個東西吃起來的 比較不會有那麼有力感 它的口感 比起我一般以前吃的馬德蓮 更紮實 但是清爽度真的上升 是的 加分很多 對 接下來這個用米骨粉 做的巧克力蛋糕 那它有一個很特別 那我把它壓下去 它還會彈回來 回彈 現在的早餐 不在客人只是吃麵包 他們也還會希望有一些甜點 那它不希望很豐富 所以它要一種 所以我們這個做 奇風蛋糕 它比較鬆軟 它用的是植物油 比較沒有負擔 軟性很棒 然後吃下去之後 沒有到入口即化 但是有一點點那個 對 它很鬆 而且還有那個巧克力的香氣 這幾款都配得很棒 Yes 壓軸的是 我們今天用的不是米骨粉 我們是用我們的米 那我們是選用了那個 來自於嘉義的奇麗米 那後來我去問他 為什麼你叫奇麗米 他用日文的 奇麗米 那個翻譯過來的奇麗米 奇麗米 對 那主要呢 它是用我們用的白米 白米飯 去加鮮奶去熬製成的土壇 這個是土壇 上面大片香醬 對 看到裡面還有一粒一粒的白米飯 有耶 真的裡面是不是有一粒一粒米飯 對 這個我在製作的時候 故意不把那個白米飯攪爛掉 很用心 讓它保持一粒一粒的口感 但是可以吃得到它那個米粒感 然後再包括它外面 其實是有那個布丁 對 蛋汁跟鮮奶 非常的香 健康 養生 又兼具美味 讓我也好想帶一些給家人吃喔 剛剛吃的那些米食料理 真的太滿足 太好吃了 沒有問題 那我再跟你介紹一個 很特別的伴手禮 你們也有伴手禮 對 這是我們 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參加了農娘署的米骨粉伴手禮 我們得到了全國的第二名 好厲害 哇塞 我要是得獎的伴手禮耶 那我跟妳介紹一下 就是這一個米骨芒果酥 芒果口味做成的酥類餅乾 我好像還沒有吃過耶 是的 那這個皮就主要我們是用米骨粉 我這個用了50%的米骨粉 它吃起來比較不會有那個油膩感 所以它跟鳳梨酥它是去隔開的 光這個皮就差很多了 是的 因為一般的酥類 我們用的都是麵粉對不對 對 那我是用台根9號的 台根9號米骨粉 厲害了 然後在這個內餡的部分 我們是用新鮮的季節芒果跟芒果乾 我們一起去把它熬成的內餡 這個全台灣只有我們台北老爺 老爺集團 別的地方買不到 有耶 真的有果乾在裡面耶 是的 對 我們是用愛文芒果去調製的 而且有一次進去 真的很清爽 對 我們是不加任何的食品添加的 全部都是自然的水果風味 因為一般的酥類 其實難免會有一點點油 但是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清爽 而且真的吃得到果乾啦 對啊 這個是我們一個特別的創意的地方 台灣的特色的米骨粉 台灣的特色芒果 它推廣告給全世界 對 當我們的飯店有很多日本來的觀光客 日本它覺得說 怎麼可以把芒果做得這麼好吃 這送禮真的很方便 對啊 也有大盒的 對 因為你看 這包裝也漂亮 然後小盒的送朋友 同事對不對 對 然後大盒的 我們可以送長輩送禮 是的 蔡英 這款真的太讚了 阿威 有這麼棒的伴手禮 也幫我多挑幾盒好嗎 今天來這邊真的是撿到飽了啦 不但吃了好多這個米食創意料理 還有伴手禮耶 真的是有吃夠有料 台灣民好讚